很新鮮的 因為我們剛剛真的是在小房間裡面豎成的 那比較是pose pose的動作 所以其實我個人是覺得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繼續學學看 你說Tangle嗎? 對啊 就是開始前才在那個就是裡面一個秘密的小房間裡面 很快的跟老師練習一些就是定點的pose 對 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我莫名的緊張欸 為什麼 我剛剛還一直問家彥說為什麼我要緊張 我其實好像是人生當中第一次在這麼多人面前 公開下跪 對 公開下跪 平常都是在家跪算盤 沒有 就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下跪 然後對就是異性 然後表現出一些可能 也不算愛意 就是一些關心啊 或是一些友情啊 之間的一些表達 對啊 回去沒辦法交代 沒辦法交代 我等一下要去拍戲欸 應該還好 對 那兩個人情人節打算怎麼過呢 情人節應該 雖然聽起來很老套 但是是真的會在工作中度過 情人節 什麼是情人節 沒有我覺得 情人節其實是 每天都可以過的 那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個 愛過情人節的人 就是 沒有特定說一定要過情人節 因為如果你每天給對方一些小驚喜 那每天都會是情人節 對啊 我也是覺得每一天的相處 比就是你突然去過一個節目來的重要 所以我也是一直不會特別過情人節 就是 而且今年真的就是 就是會當天應該也是在工作 有啊 他剛好說趙又婷啊 對啊 就說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他是第一次這麼做 但是就是其實趙又婷之前也對我做過這個動作 那有拍戲幾關 拍戲之外 拍戲之外 拍戲之外就 沒有 嗯 所以 對 其實目前就是有兩位男士 對我做這個動作 那有最近都忙著拍戲 有沒有看過對方 有啊 我剛剛才跟他說 我看了佳彥的武打戲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謝謝 因為 我沒有想到她是一個 身手這麼矯健的女孩 對 然後其實 也看到播出也有好成績 然後也很恭喜她 對 謝謝謝謝 大家也有關注一下 當然要啊 因為修傑凱有演了 嗯 所以就 所以有看了 當然啊 有 有時間的時候還是會看 順便關注一下修的弟弟 修的弟弟 對啊 有時間的時候會看 都要看啊 對啊 對啊 對 那你有穿過秒 有欸 有欸 我覺得送 手錶是一個還蠻 直接可以傳達愛意的禮物 對 那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手錶 那我覺得送手錶會比送 我不懂的鑽石啊 或是一些 黃金啊什麼的 那些我比較不懂 所以我會選擇送手錶 對 也更實用 對啊 我覺得比起其他的就是 飾品的就是配件 會更實用 表達愛意 但是他同時又很具有實用性 對 嗯 對 對